接下來的上論叫做 日食有什麼種類 日食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日全食 日全食就是 太陽完全被遮住 完全被遮住 請問你 太陽完全被遮住 太陽完全被月亮遮住 表示月亮要看起來至少跟太陽一樣大 月亮要看起來大 要在靜地還是遠地 靜地 很好 我完全被遮住 完全沒有光 表示本影還是半影 本影 所以呢 月亮要盡力 人要站在本影中 我們的考試題目就是看圖說故事 只有三張圖道會全部會講到 考試考什麼題目 考試考 請問你 人站在這裡 看到哪一種日食 或者反過來 請問你想看到這種日食 人要站在哪裡 所以你要會看圖重要 那麼現在講的是日全食 所以我們的月亮要靠近地球 人要站在本影當中 這樣就會發生所謂的日全食 這樣會發生所謂的日全食 OK 所以 月亮靠近地 人站在本影當中 所以完全被遮住 叫做日全食 這時候呢 就像晚上一樣 因為太陽都沒有了 太陽都沒有了 可以看到星星了 什麼之類的 OK 所以 如同黑夜一般 如同黑夜一般 叫日全食 這是日全食的照片 旁邊有個白白的 等一下會講 還有一個白白的 等一下會講 叫日全食 叫日冕 日冕 日冕就是高中會教 太陽有分層 日冕是最外面這一層 平常就存在 可是因為太陽太亮看不見 日全食看到它的光芒 然後它跟太陽活動也有關係 太陽如果活動越去 它會越缺近於原型 叫日冕 日冕 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就可以了 叫做 一個叫做日全食 下一個叫做日偏食 日偏食就是人站在半影中 人站半影中 有些光線可以到 有些光線不能到 所以有些是亮的 有些 你像被 邊邊被吃掉一塊一樣 所以叫做日偏食 所以你看 這個人站在 這個人站在半影中 這個人站在半影中 它發生的叫做日偏食 那想請問的問題是 這個人 跟這個人 都是半影 他的偏食哪裡不一樣 亮的地方 不一樣 對不對 這邊這個人 右邊這個人是右邊亮的 左邊的人是左邊亮 所以亮的地方會不一樣 叫做日偏食 人站在半影中就是 日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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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只要是半影就是 日偏食 只要是半影就是 日偏食 OK 日偏食 就是半影 日偏食 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看到日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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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月亮看起來比較怎樣 比較小 月亮看起來比較小是近地還是遠地 遠地 它是遠地 人在哪裡 人站在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呢 有人叫它偽本尹 假的本尹 如果你不叫它偽本尹 你叫囉嗦 本尹椎的後面 本尹椎的岩場 所以人站在尾本尹 本尹椎的後面 岩場的區域 月亮要遠地 所以這邊說月亮要遠地 人要在本尹椎的後方 會看到所謂的日環時 那麼我們說中間這個傢伙看到的是日環時 中間這個傢伙看到日環時 那這個傢伙看到什麼 偏時 半尹就是偏時 第二件事情 來 這個中間黑黑 旁邊亮亮 這個中間黑黑 旁邊亮亮 那你給我畫中間黑黑 旁邊亮亮 我怎麼知道 你在畫誰 這個亮亮是什麼東西 日環 基本上是不規則的 這個亮亮是什麼東西 太陽 圓的 圓的 所以我如果畫圓的是什麼東西 日環時 我畫不規則的什麼東西 日全時 我畫不規則的就是日全時 所以這叫做日環時 就是中間黑 旁邊亮 人要站在遠地 這其實很容易知道 很容易知道 你拿你的同學 前面同學的腦袋瓜當太陽 你的大拇指當月亮 然後你的大拇指靠近眼睛 就完全遮住 日全時 深遠一點看 指遮中間 日環時 所以近地叫做全時 遠地叫做環時 看旁邊叫做遮旁邊要偏時 OK 半尹叫做偏時 你就知道了 你就曉得了 所以很容易記得 好 就記得 老師 郭 重點是要會看圖 請問人站在這裡看到哪一種日時 請問想看到這種日時 人要站在哪裡 你要看圖 要會看圖 看圖是重點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這是日環時的照片 中間黑黑 旁邊亮亮 OK 亮亮 停車站界問 數十億年前 這也是真的 以前月球離地球比較近 現在越來越遠 以前離很近的時候 有一種日時看不見 有一種日時看不見 哪一種 日環時 日環時 很好 算對 日環時 所以日環時看不見 因為環時要怎樣 環時要遠地嘛 對不對 派經就看不見 看不見日環時 這個是很簡單的動腦時間 OK